你可以没来过沈阳,但是你一定要尝尝沈阳的麻辣烫,他家麻辣烫很好吃了,以前去吃的时候拼桌都得等半天,有微辣和特辣两口味,打开以后里边是满满的九大包料,水开放粉包和料包先调个汤底,再放酥菜包和面条,我自己还加了点丸子,煮个四五分钟,再放辣椒油麻酱陈醋和麻油,就参加这个麻辣烫,想当初我连准一个礼拜都没吃,